大中医 来 停车 这是云南边防武警抓捕劫匪的真实影像 四名劫匪在昆明的繁华购物中心 劫持了一名钱多人美的白女士 他们带着这名白女士一路开到了云南 这位美丽的白女士究竟多有钱 让这四个大男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劫持 当他们开的银色轿车在路过边境检查点的时候 被组车记当场拦下 一声巨响后 车胎发生了爆炸 因为不远处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棉北 他们坚信只要去到棉北 一切就都安全了 所以不死心的嫌疑人再次发动车辆 这一次他直接撞到了阻拦装备车上 而后又静止撞到了一个树桩上 车头被当场撞毁 车子再也无法启动 边防武警们迅速冲上去将嫌疑车辆围住 带头的艾所长首先做的就是稳住战友们的情绪 让他们冷静先不要开枪 因为他知道车内不仅有劫匪 还有一位被挟持的女人质 所以此时如果贸然开枪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车内的人质 为了不让人质受到伤害 武警们打算先稳住劫匪的情绪 然后再和他们谈判 还没等武警开口询问 车上的一名劫匪直接走下了车 面对几十名训练有素的武警 他没有逃跑也没有慌张 而是故作镇定的从口袋中拿出打火机 并不断在车上的油箱上比比划滑 随后他威胁边防武警 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就点燃洒漏的油箱 让所有人都命赏于此 他们要求边防武警们 给他们准备一辆车 然后再放他们出镜 你有什么要求 我只想我们能带我们过去 别进 给我们鸭子给我们车 武警们听着这些要求 表面上一直同意着歹徒 然后示意歹徒 替他们准备车子需要一点时间 让歹徒不要激动 然而另一边在暗处的武警 早就摸清楚了这几个歹徒的底细 并借着树林暗暗前行到他们附近 而后几枚镇报弹凭空而出 正面的武警们一拥而上 三两下就制服了这四名名歹徒 任志白女士也被成功解救了出来 白杰此时已经被这帮劫匪 折磨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 她在昆明一家非常繁华的 商业中心的停车场内被劫持 当天她约好了自己的闺蜜 一起逛商场看电影 在停车场把车停好后 白女士在电梯前拨打了闺蜜的电话 本想说自己已经到商场了 让闺蜜在电梯口等一下自己 没想到还没等电梯下来 一双黑手就死死捆住了白女士 并把她的嘴牢牢捂住 白女士的闺蜜在电话中 听到了一些动静 但始终听不到白杰的声音 她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 拉着商场的保安 就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可等她到这里时已经晚了 白女士早就被劫匪绑走了 闺蜜也来不及 多想立马拨通了报警电话 这是云南边防武警抓捕劫匪的真实影像 白女士被劫匪带走之后 闺蜜立马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第一时间来到案发现场 并调取了商场内部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中明清晰地看到 白女士被强行拉到了一辆灰色浴野车上 几名劫匪挟持白女士的手法非常娴熟 一看就是一场通过精心布局的劫持案 警方立马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原来这名白女士是昆明当地有名的美女扑伤 平日里白杰不仅出手阔绰 人还非常的善良大方 结识了不少好友 并没有和什么人结仇 因此警方初步判断 这伙结犯很有可能是看上了白杰的财富和美 但无论结犯是想要钱还是想要人 警方都必须快速侦破此案 因为已经锁定了结犯集团的车辆 所以警方立马开始线路调查 并通知附近公路检查点的警员 让他们一定仔细筛选找出这辆银色轿车 此时白杰在车上也不断和结犯们周旋 他不断向结犯们保证 只要不伤害他 要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钱 可结犯们也不傻 他们明白如果在境内光明正大的绑架勒索 迟早都会被中国警察绳之以法 所以他们目前的想法只有一个 就是先把白女士绑到境外 车上的四名劫匪一人负责开车 一人坐在部驾驶四处张望 另外两人坐在后排把白女士挤在中间 杜绝了白女士破窗跳车逃跑的可能性 车上的一名劫匪为了以防万一 还想给白杰灌白酒把他灌对 可白杰也不是吃醋的 他立马喝劫犯表示自己有严重的酒精过敏 如果喝太多酒自己就会没命 这一下还真糊住了劫匪 他们也不敢再给白杰灌酒 白杰最聪明的一点就是 他对自己身目前的处境非常清楚 他没有试图逃跑或者反抗劫匪 而是一个劲的求饶 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绝不反抗的模样 不断打消着劫匪们的劫匪心 这么做不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还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另一边警方也迅速锁定了嫌疑车辆 确定了结犯们的行驶路线 经验丰富的警方一眼就看出 他们是想硬闯边境直接开到门店 要知道一旦让歹徒们记录免边 那么抓捕的难度将大大提升 人质的安全也更无法保证 此时案组人员在相关路线 关卡严阵一带 路过的每一辆车子都会被他们严查 很快警方就发现了劫匪的车子 检查人员透过车窗看到了四名铁犯 已经被架在后排的人质白杰 此时白杰立马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举动 这是云南边防武警抓捕劫匪的真实影像 警方在拦截到嫌疑车辆后 车内的白杰立马把衣袖往下拉了一些 随后站点警方立马看到了白杰手臂上的血迹 相关人员要求他们下车配合检查 四名歹徒自然不会照做 他们一脚油门直接撞开了阻拦物 朝着边境飞驰而去 可边防武警们也不是吃素的 第一道关卡虽然没能成功拦下他们 可这伙结犯们也已经插翅南飞了 武警们在结犯的必经之路上已经设下重种阻碍 2014年7月20日上午 嫌疑车辆出现在武警的视野中 武警们早就再次严阵以待 劫匪们面对持枪武警丝毫不怂 他们仍然死死地踩入油门 想再次冲破关卡 然而公路上早就被布置了层层组车钉带 劫匪们的车胎被当场扎破 失去控制后直直地撞向了路旁的一棵大树 最终武警和劫匪们斗智斗勇 你有什么要求 我只想我们能带我们过去 别人去 有个压子给我们车 他们决定先满足劫匪们的要求 给他们准备了一辆皮卡车 正当劫犯们准备登上皮卡车的瞬间 早就埋伏在暗处的武警 抛出了三颗震爆弹 随后在明处的武警迅速出动 控制住了三名嫌疑人 事后通过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这四人在死之前都互不相识 只是因为臭味相投在网上结交 当初他们听说很多走投无路的人 都跑到了东南亚发展 于是他们就商量着也去东南亚 结果几个人凑在一起 连张车票都买不起 最后他们决定在昆明当地有名的商场内 抢一辆豪车 在他们来到停车场后 刚好碰上了前来逛街的白女士 几个人本来没打算抢贴 但他们其中的一位当场就认出了白女士 并说这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一听这是一位富婆 几个穷小子立马就动了歪心思 随后他们当即决定绑走白女士 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绑架白女士的时候 她正准备和自己的闺蜜打电话 电话那头的闺蜜察觉到 不对劲力马报了警 几个人精心策划的行动 就这么被武警给轻松识破了 最终白女士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在她离开的时候 向边防官兵鞠躬致谢 整个过程中白女士都表现得非常机智坚强 让很多网友都嘖嘖称赞 在边防执勤的官兵 他们平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稍有不认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他们面对那群亡命徒的时候 能不顾生死勇往直前 是我们一生的保护伞 更是我们最值得点赞的 向他们致敬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